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谢谢主席的接纳和包容 第二个部分 我们来请教一下农业局的局长 高雄市动物保护自治条例是在几月通过 正式上路 请局长答复 主席 谢谢陈彦 今年的3月24号 好 谢谢 请坐下 那么我就就法令来跟您讨论一下 从3月份一直通过到现在 正式上路 如果依动保法2 这个自治条例的第4条 来翻一下 第5条都翻阅一下 待会我们会一起讨论 第4条的规定 你们要设立动物保护咨询小组 请问现在开了几次会了 那那个委员呢 名单是怎么样 待会请你报告一下 第二个部分 依据第5条的规定 你们要办两场 每一年都要办这个两个对象的一个课程的研讨训练课程 第一个是对于动物保护教育的研习课程 第二个部分的对象是宠物业专任人员的训练 这两个课程你们规划了没有 再来还有包括高级中等学校 也就是以下的这些学校 也需要派生命教育业务的承办人员 去这些不管是上课啦 或者是研习 这些课程都需要安排 你们定了没有 待会居长给我一并的答复 接下来我想要问的是说 你们最近颁了一个反转型正义条款 反透明反黑箱 反反黑箱也就是黑箱条款 还有反民主条款以及反透明条款 这种与法无拘的事情 竟然发生在动保处 听一下这个公文局长你知道吗 这个好像是在反陈信瑜条款啦 因为只有我会去收容所图检 还有偶尔我也会邀主席 所以可能就是反我们去收容所 去视察的这些议员吗 局长你知道这个吗 还是谁代决调 你都不知道 来这个案子是谁代决调的 发这样子的文 也就是要求 未来要去收容所 不得以任何的形式转载 重置散布公开传送 不能拍照 不能传送 更不能 当然不能上脸书 并且要在一周前 要向动保处申请 这是如何 这是从哪哪哪哪个法令来的 现场我们动保处的法制人员 在不在这边 这个有没有违反宪法的相关的保障 有没有违反监督的一个相关的规定 在反议会监督吗 还是要黑箱到底呢 嗯 局长我想这个文大概不会到你这边啊 大概不知道是谁代决调的 谁是代决调这个文的 沉寂到哪里 谁敢这样子就把它代决调 谁要来答复 出长是吧 出长你代决的吗 谢谢主席 谢谢陈议员 关心我们动保的业务 刚刚有提到说 我目前在动保制条例的 第四条跟第五条 第四条第五条不用你跟我回答 我只要问你这个黑箱条款是你代决的吗 有没有报告局长 这个不是黑箱条款 这是我们内部作业 那个参访我们的动事动所 有一个就是参访 这个就好像啦 我现在要去突击 去找那个赌博厂 或者是我要去突击那个违法的事项 我先跟你通报一样 那我们监督个什么 把我们议员的监督权当做什么 公家的送所 不是赌场 就是我们是一个很合法 而且都是按照 那如果我要监督的时候 我要事先跟你报备 我才能够去看 你就把证摆证摆好了 如果议员要去监督的话 我们非常欢迎 随时都可以 但我希望说我们可以引导 那一般民众如果说要去参观 因为最近就是有抓到有非 就是他没有跟我申请 然后就是配合里面的人员 然后做一些不良的动作 然后又破网 所以我们认为这个是 如果有一切的不法 就是依法处理而已嘛 你不能正在处理当中 对啊 所以这件事情是你代决掉的吗 还是你要求你的承办人员 去写这个文 局长完全不知道吗 你这件事情局长不晓得 那你意思说你承担哦 那你敢这样子颁布吗 我们是内部 你们拒绝人民公开的监督你们吗 我们只是内部公告而已 我们内部作业 我们不是说对所有的 那内部作业是什么时候发给 发给所有的动保团体的 最好是这样子哦 我们是内部作业的规范 我会去查询看看 好请坐下 学长我再请问你一下 我们的补犬车和救援车分别有几辆 好 好 包括刚才自治条例的第四条跟第五条部分 你一并回答 来我们的补犬跟救援车分别有几辆 我们的救援车有两辆 补犬车有六辆 好像总共有八辆的样子 你说救援车有几辆 两辆的 两辆 那两辆分别怎么放置 它这个是 就是说救援车有那个 有需要的话 比如说江山地区 有需要我们就会在那里 没有 那两台救援车都放在哪个地方 没有固定的 没有固定 平常都放置在哪里 你的意思是说 没有去出勤的时候放在哪里 你们都是怎么去安排 放在寿山 两台都放寿山 那为什么不一台放寿山 一台放宴巢 这样刚好是跟原市跟原县 这样的救援分配 是比较合理一点 其实这个都是可以 我们跟东宝市 我们来研究一下 好 但是第二个问题是 局长 我知道有很多的委外业务 还在进行 但是呢 我觉得高雄市的东宝业务 跟一些管理 其实都有很长足的进步 但通常都是因为委外的人员 第一个他们不是专业的业者 然后呢也常常也因为他们的执行不当 所以也引来很多人对高雄市的 动宝的这个执行的时候 包括捕犬 包括救援的时候 都有很多这些执行上不当的质疑 甚至这些委外的厂商 也有实质违法的部分 比如说在救援捕犬的时候 他们的行为已经达到了虐待动物的事实 但是到目前为止 你们可能都只是在合约的要求上 祭典啊 甚至没有依法去处理 以至于我们的厂商 旅饭 这些金额其实都不小 你看我们捕犬的业务 你们今年编明年的是800万 那救援也才一半400万左右 但是这些钱也都每一年都是这样子的花 但每一年也都出状况 都是这些委外厂商在给我们出包 不过都是我们去奉务 因为他们绝对是没政府的嘛 绝对是没农业局动保处嘛 所以局长我一直告诉动保处 在合约的订定上一定要严格 好不好 不然每一年都因为这样子被骂 说实在的 我要替动保处说话我也说不来 动保团体当然就高度的监督嘛 因为其实这是一个文明的进步的象征 如果没有动保团体来抗争 我相信我们高雄市不是一个进步的城市 因为我们本来就是一滩死水的话 人家就不会再来要求我们更进步 所以我都觉得动保处其实应该坦然的 去面对所有人对我们的质疑 而且我都敢跟人家讲说 我们高雄市的动保是进步的 所以我觉得未来我们都要坦坦荡荡的 我也愿意跟动保处站在一起 如果动保团体对我们有更多的质疑是误解的 甚至是对我的监督是产生质疑的 我的监督不力才会让这个动保处的业务做得不好吗 我愿意一起来承担 但我觉得我们就是公开的接受他们的检视 好不好 局长你回答一下 如果未来还是有这种捕捉的情况实质违法的时候 我们应不应该在合约的订定上面 要订下去 我想合约是可以在修改 在明年的时候我们上路 第二个就是说整个一个 就是说聚员人员还有捕捉人员的话 我们可以自己 现在我们有签上去 我们希望能够自己来聘 然后第三个 我们想要自聘的就是不做委外的 对对 我们有朝这个方向 第三个我要跟陈议员报告一下 其实高宏市的所有朝向友善动物城市 其实我想大家都一直在努力 但是说实在的 我们在沟通的过程当中 我们有些动保团体 陈议员你应该很清楚 我们是可以沟通的 但是如果是说一种 就是说栽赃 或者是一种截入 或者是说不实的指控 我是觉得 在我们东保团 大家这么努力辛苦之下 就像陈议员所讲的 我们是有进步的 虽然不满意 但是我想我们有一个 进步的空间蛮大的 我不喜欢说我们的动保团体 就用一种污蔑 或者是在这样子 对我的同仁这样子的话 我说实在的 我看的也不是很恰当 局长我可以同意你的感受 那我也可以同意你爱护同仁的心情 但是你也可以往后看一下 虽然我也站在监督的角色 但我也陪伴着你们的处长 我也陪伴你们动保处 包括你们被质疑 在某一些的质疑点上 我也替你们替你们来说明 你也可以问一下副局长 当天动保团体在陈琴抗议的时候 我针对第一项跟第二项的部分 我还替市政府说话 这一点我当然是要感谢陈议员 也就是说我认为我们要很客观的去看待 这个进步的过程 进步的过程不可能静悄悄没有声音 台湾进步到民主的进程到现在 不是只有声音还付出了生命跟血 但我都觉得这些监督的声音 即便他们是不够理性的 即便他们是不够修饰的非常圆满的 但那个就是一个监督的声音 但我也觉得我愿意面对 也有人也因为这样子在网路上踏伐我啊 我也保护动物我也是被踏伐 但我都觉得我公开的接受你们的质疑啊 我觉得我们可以坦荡荡 再来我其实跟处长讲了很多次 公务人员去回应政策 这是很有诚意的表现 而且是很负责任的表现 这要值得百般的肯定 但是因为他们没有受过人际关系的训练 甚至他们也不是常常跟基层站在一起 对于跟人民之间谈话的话术 甚至在留言的时候的那个话术 都非常的不够恰当 这我常常跟他讲过 所以局长下次换你去留言 也许你会更圆融 这不会引来一些的误会 其实如果我留言可能更 更会生气啦 因为怎样呢 对一些我个人的特 个人啊 对一些真的不适合的训练 下次齁 你留言的时候我会去替你背书 但是你来留言看看 好不好 因为也有人对我的踏法我也会很生气啊 我也一定会出于这种 这种不是理性的留言啊 但是呢我都觉得 只要我们客观的讲 当然道理是站在有理的那一边啊 好局长我们不讨论这个私下的事情 接下来我要要求的是 实质违法 刚刚我们提过了 那我们也来鼓励一下 因为呢台北市的救援车 已经有非常多的这些救援设备 待会呢你可以看一下 有几个大象 也请动宝处来参阅一下 能不能朝这个方向 我们高雄市的救援车 也来做一些相关的配备 然后呢 管碧林委员 他曾经在立法院质询 要求全国动物保护检察员 在这种不足的情况之下 他要求增加了2亿元 所以明年大概有5.8亿是在 这个业务上面 所以我想要请教一下局长 你有没有这样的企图心 预备争取多少的资源 可以回来溢注 因为接下来 动物保护员 动物检察员 依这个动宝法的第几条 来把它调出来 好像是23条啦 如果我没有记错 依动宝法的第23条 其实主管机关是要设置动物保护员 而且我们高雄市已经有义务动宝员 也比其他的县市多 再来第二点是很重要的 台中跟台北已经开始在事办 也就是委托给机关法人 或是团体去做稽查的工作 所以我们应该要善加的运用 义务动宝员以及跟团体的合作 高雄市有这么多的动宝团体 我们真的可以充分运用 这件事情在没有依着这个法令之前 我也跟你们处里面沟通很多次 但我都觉得你们还是有点怕怕的 如果跟动宝团体成为好朋友 你们的业务就 所以你们就不会造成这么多的误解 还有冲突 好不好 我愿意当那个公亲第三将 我也不会让他们无理的来 让这个市政府公务人员的颜面损害 尊严损失好不好 局长请回答 我跟陈议员报告一下 台中跟台北的咨询 我想我们都是可以去参考 但是它其中的缺点 我们也可以有改善的空间 那当然陈议员所提到的 跟优良的动宝团体 而不是一个攻击性的动宝团体 来合作 我们很乐意 很乐意 但是如果是说一个 就像刚才陈议员所讲 讲话不过理智 而且攻击性的话 我个人我相信 局长我觉得 你应该没有权利去论断 一些事实 对 因为你论断的这些事情的背后 事实的真相是怎么样 我们其实不知道 而且我也建议你 不要去论断一个团体 因为这个团体 它对社会的付出 还有对我们局里的帮助 并不是少于其他的人 所以请公平的去对待 对 我会公平的对待 任何一个动宝团体 但是我也不容 就像陈议员所讲的 就是说对我同事有攻击性的 这些话语 我希望大家站在说 互相体谅 你在义士殿堂 说别人 说这个团体 对你们有攻击性的话语 那么这样子很像 我觉得这样是一个很大的控告 没有 我想大家从网路上和我的各个方面可以去看 请你就我的业务先回答 我们私底下 我们要办公听会的时候 局长你可以来诉苦 我不用诉苦 跟陈议员报告这个 没有什么 这也没什么事 你就赶快回答我 就是说 你预备要争取多少预算 因为有5.8亿让我们抢 我想我们争取 争取这个动宝预算到我们一不容实 而且会很积极 有强烈的欺图心 可不可以今年的 几千万 几千万 一千万 我们再极力争取 好不好 这个 这个现在在园医当中 我们动宝处现在在园医当中 我想是不是事后的话 还是 我给陈议员一个 因为我问一下我们动宝处 比较专业他们怎样去演艺 我会督促他 对 是 所以说我跟陈议员报告 你们什么时候 找什么时候 什么时候 差不多什么时候 差不多什么时候 我看这样子 给我一个时间 两个月好不好 好不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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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算你找到资料的时候 提供给我们议员 好 好 好 王局长 水利局 蔡局长 还有我们地区区管理处的王经理 还有所有我们市府的同仁 大家午安大家好 好 我想 蔡局长 其实我在这个 县市合并之后 当选议员之后 其实我跟你咨询过 有关这个 这个有机农业的这一个部分 那我想我想请问一下这个蔡局长 现在我们的整个有机认证的农地大概有几公顷 从县市合并到现在是几公顷变成几公顷 谢谢主席 谢谢张议员 那个县市合并之前 我们有285公顷 那到目前为止我们有556公顷 我们现在所有的有机农业的认证是全国第三名 也就是我们输给花蓮跟台东 但是有一项 所有的水果的有机认证 我们高雄是第一名 好 我想这六年增加95% 但是看这个增加是感觉上很多 可是我必须要告诉蔡局长 全高雄市的耕地 农地总共有四万七千两百公顷 那那么多的农地 其实你如果说以556公顷 其实只有占所有的高雄的农地的1.2%而已 那1.2%其实是非常少 也就是说 其实有很多其他的 都是一般的惯形农法 那我也必须要告诉你 全 你如果说你全高雄市的农地那么多 那我告诉你 那个农委会主委 曹主委 他今年宣布说年底 他的所有的这个有机的农地 可以到1万公顷 全台湾有1万公顷 我们高雄市只有556公顷 我想也是一个还是非常非常少只有5-6% 我是不是跟张研报告一下 其实台湾的农业在讲究安全的时候 不要只讲有机 我就是要听你这句话 我那时候质询你的时候 我说有机农业 其实他在认证的过程是非常繁复的 他包括说你的所有的土地 要去检测上他没有问题 所有的资产他必要检测所有没有问题 然后出来再去做这样的检验 而且要经过几年 所以其实花下去的成本很多 我们很多农民不愿意花这个成本去做有机认证 所以我那时候有 我有咨询你 我希望你说不只是这样 我看到很多的祖父联盟 或者很多的其他的很多的例子 他们用无毒安全的这个农业 然后呢 其实他也可以让人家有所区别 然后呢愿意去做 可是我我咨询这个时候 你跟我说不要有一种标章 只要有机认证 我想其实好 现在回头来你如果愿意这样子 那我们还可以再继续谈下去了 那好 你现在只有 差不多只有1.2%的农地是用有机认证 那我们现在看 好你也在推这个产销履历 我想产销履历也非常好 起码 我们现在吃的东西 我知道我的农产品我是来自于哪里 在每个地方的产销履历很清楚 但是这也不代表说 来自哪里他就一定安全 这个还必须要工部门去监督 然后呢让他是安全的 那我们看看 从100年 我们有产销履历的这个 这个面积 农地的面积 406公顷 到了105年 就是今年有1230公顷 好也增加了200% 非常让人家非常觉得很认真 但是好算了1230公顷 把它算全部的耕地 农地47200公顷 也只不过占了2.6% 我们再看 吉原浦的这个安全输果的标章 在合并之前是1800公顷 到现在是2255公顷 所以这个 这里面增加了25% 那其实把这个吉原浦安全的 大概也差不多算起来 包括你所有的可耕种的农地 只占了4.78% 好 我们把这三个都加起来 有机认证 我们把这个 这个产销履历 我们把吉原浦安全的这个标章 全部都加起来 他们可能会有重叠的 那不管怎么样 好我把最宽松的 全部把它加起来 556公顷加上1230公顷 加到2255公顷 总共是4041公顷 这样子 也只有占我们高雄市农地 47200公顷的8.56% 那也就是表示说 我们超过9成的农地 是用惯性农法 对不对 我在这里跟张研报告 我们的生产履历变 其实也是全国第一位 但是我现在要跟张研报告的 就是说 高雄市所有的耕地里面 百分之二十二才是平地 其他都是秋零跟高山地 好 所以说我们跟 在这个条件不是那么好的情况之下 我们所做的生产履历 包括我们的有机认证面积 然后加起来的总数 是全国第一位的话 当然 刚刚张医研所提到的 我们还有所占的比例不高 我们还有努力的空间 所以说这也是为什么 我们目前为止一直在推动 所谓的安全融业城市一个作为 好 那我们希望明年能够再增加 至于说 我们整个一个政策 目前为止 虽然我们中央推出了所谓的 一共公顷左右的一个有机便机 但是生产履历便机的话 其实是他们主推 是他们主推 我们也非常希望 但是真的努力的空间 还有很大很大 超过九成以上是冠型农法 我想 其实我们也知道 如果说 长期使用农药 还有过去的冠型农法 使用农药 使用化学肥料 其实对人体的身体的健康 其实是有影响的 为什么我们现代人 吃了那么多的东西 我们那么多人得了癌症 或者各种的病症 其实很多 都是来自于我们看不到的 这些化学的东西 那另外 包括说 我们各种的食安问题 都没办法来解决 其实 如果说 可以让包括有机认证的 包括无毒安全的农业 包括产销履历 能够推行的时候 我们对于我们市民 所有人民的健康 其实才会有保障 那 我 我记得 我们在2012年 我们跟着市长要去古巴 给我市长没办法进去 你还记不记得那一次 我们去到古巴 古巴超过九成以上 是 是用有机的 但是 它有它的历史背景 古巴有它的历史背景 因为它是美国禁运 那美国不会给它任何的化学肥料农药 然后呢 它完全靠当时的苏联 当苏联 然后解体的时候 苏联解体的时候 它完全没有农药 完全没有化学肥料 所以它整个的所有的农产品 它的减产超过减产超过 这个超过一半以上 我想 其实那个时候 造成他们很多的粮食不足 所以我们去看的时候 我们还有去参观 那个有机农业的 那个 那个研究单位的 那个 它 在过去那个时候 它说它瘦了 我记得它瘦了20公斤 在那个时候 但是 全国就是因为这样痛定是痛 好 靠自己的 靠自己的力量 看能不能把整个农业做起来 所以 所有用有机的 然后各种方面 这样慢慢做起来 然后 它甚至在城市里面 农地不够 在城市里面 urban farming 都市的农业 每个地方都有 然后用farmers market 然后这样的行销 其实 它把它的粮食问题解决 更重要的 它是把市民的健康问题解决 我想 其实是 不管怎么样 这个背景不一样 但是我必须要告诉 蔡局长 我们市民的健康 真的很关心到 关系到 你在推动的这些东西 这些东西 我想 我看到 常常看到 你找了一堆行农 在做行销 没有错 我们的农业 我们希望 我们农民的收入 可以增加 需要这些行农 帮我们的行销 但是 很多的实质工作 我真的很期待蔡局长 花更多的心力 让它往前冲 如果说 一个行销 当它过度行销 你实际的工作没有做多少 是杀鸡虚然 所以 我只是要勉励你 那我在这里 也要跟你讲说 其实 我那时候也有跟你提 我刚开始在咨询的时候 我也跟你提 后来你跟我讲说 那个 只要一个认证 然后这样子 其实后来我就 好 交给你做做看 让我们看来成果 那但是我有提出来说 我们应该让我们学校的 这个 营养午餐的 这个 能够用有机的 然后用有机的 用在地的食材 那这个部分 其实那个时候 我发现那个时候 有很多新北市 要求全部都是用有机的食材 结果他所招标的 是来自我们高雄 可是我们自己 很多都没有让高雄 所以其实如果说 营养午餐这个市场 可以增加很多的时候 其实对我们的有机农业 其实是一个鼓励 但是同样的 你即使是全部都要用有机 我们没有那么多的有机食材 可以供应 也办不到 所以这其实是 一个机身蛋诞生机的 所以很多需要 一起来共同努力 所以我也很期待 你看市府里面 要在市政会议 要在市府 那个整个的跨局处 要告诉教育局 其实要配合 不是只有你农业局 应该教育局也能够合作 到现在其实 有六个都里面 台北市 新北市 桃园市 是全面实施 这个营养午餐全部是有机的 而且他是用补助的方式 那台南市 有69.7% 他也是用补助的方式 用每公斤 补助3块钱 然后呢 我们高庄市 没有补助 只有到百分之 21.5%是用有机食材 其实很可惜 曹主委 他特别讲说 2017年希望高庄市 也应该有足够的有机时台 可以去跟进 我想其实 我非常期待 这个 这个蔡局长 能够花更多的心力 因为这牵涉到 我们的 所有的 每个人的 的 石的安全 那我要 蔡局长你给我说一个 到底 包括 你要用有机认证的 或者是 无毒安全的 或者是产销履历 给我一个目标时程 好不好 多少年 可以到达 可以到达 多少的 这个 这个 面积的比例 更地的面积的比例 可以 达到那个目标 那我们后面来这样检验 是不是 蔡局长可以答复 在这里跟张议员 报告一下 我想 我们这里要走的 包括罗美会 他也知道 目前在左有机 会遇到一个瓶颈 所以说 在所长会议的时候 我们大家有建议 只要是 安全里 生产里的安全就好 如果是一样东西 给营养午餐 小孩子只吃一样有机 其他不是安全的 还是不安全 这是我的论调 那所以说 我们在这个方面的话 我们希望 就是说 明年 包括生产里历的面积 我们可以成长到 成长 再成长百分之二十以上 因为我刚刚跟张议员报告 我们高雄市 不是种菜为主 而且 水果比较多 而且 我想 我的时间有限 我跟你讲 你要给我一个目标时程 就是 包括说 你要有产销履历的 大概大概几年 明年 明年底以前 我们成长百分之二十以上 百分之二十 其实百分之二十也只到 才几百分之二十 慢慢来 因为 因为我们有个努力 我们的健康不能慢慢来 对 但是就是说 我们要很务实的去推动一个东西的话 这样子 不是只有明年的目标 可能还有好几个目标 近期中程跟长程 我希望 你事后再给我一个答复 好不好 另外 我在去年的十一月十九号的时候 我又找我们农业局的主秘 王主秘 还有我们的这个科长 林科长 农务管理科的林科长 我们一起去屏东去看所谓的向阳的光电农场 那向阳的光电农场 其实 其实是还蛮精彩的 小英总统有去看过 然后 这里面 为什么他精彩 他是用太阳能做农棚 那很多 我们在云林看到的 用太阳能做农棚 他其实用太阳能全部都把它全部遮住 所以他的光根本很少 所以他基本上什么农作物都不能种 只能种菇 甚至用菇 一次用万年菇来骗 骗 真的来检查的时候 再把菇给插上去 这是很夸张的这样的方式 其实他大部分的都是在 都在做太阳能 但是 在屏东这个向阳农场里面 他能够透光力 可以到达65% 他不只是 他连那个需要光线很多的香蕉 然后呢 包括可可 包括兰花 还有各种叶菜 各种种药材 其实都能够种 而且他用很多 更重要的是 这个农棚 其实是 如果说把它弄成温室 或者弄成这样 其实 用这个农棚 其实是可以减少 我们在灾害的时候摘损 然后呢 甚至 我们也可以 从 如果是做 避免这个 这个虫汗 然后如果说 好好的做的话 其实我们也可以把 有机农业一起合作 所以那个时候我记得我去年 小英总统来 浮选的时候 我有一个机会 跟小英总统 还有市长 然后一起吃饭的时候 我就跟小英总统说 我们去看过 市长觉得说 有没有找我们农业局去看 我说有 农业局有看过 我 好两分钟 是不是农业局可以赶快推动 然后呢 让 这个我们都 都可以有一些 有一些成果 这个部分 我等一下再请你答复 因为我时间不过 我还要再问水域局 是不是你对于这个光电农园 你们有什么样的推动的成果 然后呢遇到什么困难 然后我要问蔡局长 其实我最近看到 这个当然你们的治水论坛 过去我们觉得说 用因为气候变迁 然后呢极端气候 让我们很多的灾害 所以高室这几年 用了很多的制洪池 然后呢希望能够 让我们灾害减少 做得非常 非常让人家 这个这个 激赏的是 增加了266公顷的这个制洪池 但是我看 包括点宝溪的这个制洪池 过去那个保业里的制洪池 全部都做完了之后啊 其实要找到大面积的制洪池 其实是不容易的 是要找到大面积的制洪池 不容易 所以我在你还没有当局长之前 我在之前我也曾经 咨询过过去的水利局局长 然后我认为说 其实有很多 微制洪池的观念 其实是可以来做的 像说我们在绿建筑 自治条例 我们气候变迁小组 努力的推 然后呢每一个都有 雨水储存的设施 大楼 那这些东西 我有咨询过你 这些的资料 监管处有没有给你们 你们有没有把这个东西 纳入所有的防灾的系统里面 这些微制洪池 然后呢 我曾经咨询过 我们在爱河的两旁 爱河的这个防洪频率 没办法打那么高 在爱河的两旁 有很多的学校 有很多的公园 这些学校 如果它的操场 往下挖个一两公尺 其实是变成一个 下大雨的时候是制洪池 但是平常是操场 用这样的方式的概念 它可以增加很多的制洪量 这也是一个微制洪池的概念 然后呢 包括库公园 也是可以让它往下 然后可以做这样的设计 就像我们本河里的公园一样 那有没有思考过 其实我给你一个资料 去建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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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跟家里的制洪池 大概是大概的 大概是大概的 在建筑 是 是 是 好 去建筑的打扑 蔡局长 谢谢主席 谢谢张一元 那刚刚提到的这个市区的微智洪 那目前我们所推动的这个 算是我們本身系統 本身要去做的這一個排鴻系統 那剛剛提到的這一個266萬噸 是目前已經建置的 那今年年底 明年大概年中以前 會達到將近300萬噸 那剛剛議員有提的 這一個像整個市區裡面的維持 像公園用地、學校用地等等 這個過去我們也在論壇當中 參考一些國外的經驗 那像一般的道路 還有停車場 它都可以在設計上面 讓它能夠在停車場的空間 可以積水大概10公分 等到這個10公分滿了以後 它才會逆流到它的這個側溝 其實當初很多的學者 都有把一些像美國的經驗 提供給我們 但是這個部分在我們國內來講的話 必須要先做好這個民眾的宣導 因為我們現在有些民眾 他針對路面只要有積水 停車場一積水 這個部分就是會反映說 又積水了 水利局治水又做得不好了等等 像這個部分我們會慢慢從後續 我們最近也體認到很多強降雨 我們沒有辦法去面對 而且我們要教育民眾 實際上我們目前投入的這個設施 能夠保護到的標準 我們以後要慢慢地跟民眾講 但是超過這個保護標準以後 民眾要怎麼辦 這個部分我們會宣導 那維自宏的部分其實我們也陸續在推 但是目前的進度大概就只有在一些學校用地上面 包含人舞那邊 我們也有推了一些新的自宏池 但是還不是 但是它不是 它是屬於學校用地的自宏池 類似保業禮 但是它不是在學校本身的操場降蛙 但是我們也是希望說未來能夠在這一個適當的區域做這些工作 那目前其實我們現在我們其實也在那個像古山地區我們會開始評估 因為古山那個地方在比較低洼的地區沒有辦法去找到適當用地 所以我們可能會朝這個方向 然後讓民眾大家一起來知道說我們要跟這個水環境共存 所以可能我們未來也會朝向議員剛剛指導的這個方向 那建築物本身其實我們之前有跟建管這邊去洽談 那這個部分進度還不是很好 所以我們後續會再加強 把目前有的這個綠建築可以提供的這個自宏量 納到我們的整個目前在做自宏的管控裡面 好 請那個蔡其長簡單把握 謝謝主席 謝謝張議員 我向陽的農田光電農園 他的創設者前總經理是我們高雄人 他是神農獎得主 然後他目前在燕朝有個新日光 然後也是光電公司設計的新日光 那張議員如果有機會可以去比較看看 就是說兩個地方做起來有什麼不一樣 那這樣子的話可能張議員會或多或少會比較了解一點 第二個對於整個一個就是光電農園的一個過世 農委會他也有定一個標準 也就是說要實際從事農業一年以上 如果要新設的才能設光電農園 不然到現在比如說其他縣市 設了光電農園結果下面都不能種菜 也不能種 所以說變成土地讓外 他美金只是要一個光電而已 這個就是對農地的損失 我們農業局這裡也陸陸續續 會結合我們科技業者 然後找一個比較適當的一個地點 大家來做 對你要全部因為 因為怎樣他如果要符合那個農地的 一分地的價錢很高 這樣 以上報告謝謝 好接下來請陳惠文議員只選時間15分鐘 好主席還有我們所有農林各部門的局處 我想首先我就直接針對本席所關心的議題 然後就請教我們水利局的蔡局長 我想我現在給你目前PPT的這個照片 這個就是在哪裡呢 這個之前就是我們本服務處有發文 然後給我們水利局然後有一起去會刊 這個就是在我們的高速公路旁 就是我們的N線大牌 N線大牌然後就是它是從五泉南路 鳳山的五泉南路然後經五甲社區到保安裡 我們鳳山的保安裡二甲裡南城裡 然後的下游這個區塊 那這下游這個區塊這裡有兩個節流站 那之前我們發文給我們水利局是因為呢 在南城裡的這個區塊就是南城裡那裡有個保安宮的前面 那那個部分在上次的墨南地颱風完之後 然後呢發現了那裡有陸基投空的現象 那有去看那看完之後呢 後來又有一個颱風 霉基颱風嘛 那這當中我們有先做搶修 搶修就是先灌一些 灌一些讓它免於再繼續塌陷的東西 但是呢這之前去會看的時候呢 那時候就是說那個深度感覺非常的深 那所以水利局我不曉得後來還有沒有再有這區看過 那深度在當下是沒有辦法去預測的 就感覺說應該是很深的 那兩邊呢也有公園也有綠帶人行道 那兩邊也有我們的民眾在那裡在停車 還蠻多車輛的 所以呢真的 衣本席還有我們附近居民都人心惶惶了 就認為說那個地方什麼時候會塌陷不知道 而且每次呢風災完之後就是這麼的髒 就是這麼的髒 那都是有很多的這樣子的一個廢棄物 然後就會在水中飄 那常常民眾也會反映說會有惡臭 那本席也有跟環保局也有 也有檢舉過 那應該是我們也懷疑說工廠有偷排一些廢水 然後造成那裡的一個這樣子的一個惡臭 那我想要瞭解 那我想要瞭解 在上個禮拜 上個禮拜又有塌陷了 又塌陷了 那我們又做了第二次的補牆 那因為這一次的連續的風災 那我們水利局有跟本席這邊回應說 會去用我們的災後緊急搶修的這些相關工程 然後再跟我們的中央政府去爭取經費 然後呢去做整體的一個改善 那因為這個路段真的蠻長的 我剛剛念的從我們的五泉南路 然後一直一直到我們的五甲尾 這個路段真的是蠻長的 那每一次風災就是會有那種大型 上游就是會有大型的樹枝等等 然後一直沖刷 所以到下游這裡 那個溝壁啊溝壁真的都是有塌陷 那也因為堵塞塌陷 那真的目前破損的非常的嚴重 那我想要了解 目前我們水利局針對這樣子 這個我們的這個案子 目前你們的規劃期程 然後什麼時候能夠趕快去做 比較一個全面的 我是希望說能夠全面的去尋一次 就是巡視哪裡也有這樣子 雷同我剛剛講保安宮前面那些 掏空的這種狀況 這個真的是很危險 什麼時候要要貪貪 真的是附近民眾很擔心的一件事情 那可不可以請我們的水利局長來回應一下 好請局長答覆 謝謝主席謝謝陳議員 那這個鳳山的這個N幹線 它算是過去鳳山地區高速公路沿線下來 非常重要的一個排水系統 它是民渠 那護岸結構確實是老舊 那議員這次所關切的 我們去縣看完以後 我們有報災修工程 那因為這一次市府這一邊 原有的這個災準金已經用完 所以後面像我們墨蘭地 以及煤基颱風的這些災修工程 我們會報到行政院這一邊去爭取預算 那這個案子我們評估起來大概修復要200多萬 那進度的話 目前我們在匯整資料 因為市府這邊要提報給中央 那整個案子我們可能局裡面這邊會來先做設計 因為這個有涉及到一些安全性 但是在現場立即性的部分 水利局已經有用現有的預算先做一個相關的補強 那我們會再去檢視 如果說再有一些局部性的呈現等等 我們會把類似像紐澤西護欄 或者是一些相關的警示帶 先做一個相關的警戒 那未來的話 議員所提到剛剛現場有很多這種垃圾 其實這個部分我們都有做定期性的這個撈除 但是每次好大雨 確實就是有議員講的這個狀況 那我們會再把這個頻率增加 那因為這一條算是鳳山地區的一個集污區 那還有蠻多是生活污水流到這一個排水 所以也常常民眾有反應說會臭 那我們也是積極的去把我們的鳳山地區的污水下水道用物接管 這個部分加強來施作 那未來整段我想我會要求同仁 因為這個整段因為戶案老舊 我會要求同仁明年再把整個戶案的結構做一個全面性的檢視 那如果可以預警性的看到哪些地方有危險性 我們會先做補橋 以上說明 好那本席也希望說每一個期程 然後你也能夠定時的能夠跟本席服務處這裡來做回報 因為民眾有時候他們就是來詢問服務處 進度怎麼了 我想這個部分可不可以也是要求一下我們水利局 好我們會幫完 你們也期程什麼時候已經有開始啟動 已經要到前已經設計 這個期程也能夠如果有進一步的這個訊息 也能夠跟本服務處來做聯繫 好我們一般工程設計在如果要施工前 有沒有說明會會邀請議員過去參加 好OK請坐 那再接著我想要問我們的 一樣是我們農業局 我們蔡局長 市長呢 他也曾經在市政會議裡面 然後也有針對 這個有關於任養我們的這些權資的一個指示 然後他建議各個局處可以研議 然後呢 依你們所相關的這個業務相關的領域呢 來認養這個權資 然後呢 藉由訓練執行任務 那譬如說社會局 他就可以培訓這個陪伴犬 醫生犬 那消防局呢 就可以認養這流浪犬變成我們的救難犬等等 然後呢 到目前為止 我想要瞭解我們動保處 還是局長要直接回 要動保處回應 動保處回應好了 動保處來回應 那目前為止 市長在市政會有這樣的一個指示 那目前我們的進度做法 有沒有在推動 請處長答應 謝謝主席謝謝陳議員 對我們流浪犬的就是要去付出 服務百姓的這一些出入 那有關於我們目前 跟我們相關單位 把我們的權資做訓練 然後在各場域做服務呢 目前有校園權 那校園權目前有15所學校呢 66隻的校園權 那已經在校園當中 可以跟小朋友跟同學能夠相處得非常好 那另外就是救援權 那救援權就是我們跟校園局合作的 那校園局合作 我們就是有開班 結果每次開班 如果說你有任你養權資的續組 那帶著你的犬資 那我們會做一些就是安武的訓練 那訓練課程有進階 進階到所謂的救援 那目前已經有41隻犬 有經過受訓完成 那另外我們也在各個圖書館呢 做就所謂的半讀犬 書童犬 那已經有跟我們的四所圖書館 包括大東包括前陣子草芽分館 還有甲仙區的三年分館 那邊有做一個訓練磨合 那目前就是還沒有完成整個手續 那另外還有就是警安全 那警安全我們跟警察局聯絡之後 警察局也樂觀七成 那有關警安全部分就是可能市區 因為人口太密集可能比較不太方便 所以它在比較偏遠的郊區 目前正在磨合當中 那這囊囊呱呱呱你剛剛有講的這些校園犬 救難犬等等 那我覺得還是可以再繼續Push 這樣聽起來數量還不夠 那真的我覺得動保處這裡動起來 然後再持續的跟各個相關的局處 能夠再Push他們 然後能夠朝這個方向繼續的努力 盡量讓他們認養更多的這些流浪犬 然後變成更有作用的 能夠來服務大眾的這樣子的一拳肢 我覺得這個是更有意義的 那接著我想要 因為這個可能因為剛好 之前我們一個我們的周林文議員 那他有一隻Omama 然後呢他後來他突然有一陣子 那突然我就奇怪就比較少看到他 結果他在傷心當中 因為他的Omama生病往生了 那我剛好就看到我們 其實其他的縣市的議員們也有在提案 提案說 現在我們的尊重生命 不管是人還是動物 它其實都是一個生命 那我到後來才了解 原來我們全台灣 竟然沒有一個合法的火化廠 那像我剛舉我們的周林文周議員 那他就為他的這個Omama 這個他的愛犬 然後呢因為生病往生 後來就也去找這些生命禮儀公司 就是寵物生命事業的這些 然後去做火化 然後去做後續的一些 這個對於他整個生命流程的一個尊重的一個儀式 那我後來才清覺說 這個這樣子因為現在現代人 現代人其實有很多像本席也未婚 但是因為我一直沒有飼養寵物的習慣 所以對於這個區塊 一直以前其實是不是那麼了解 但是我後來發現我周邊真的很多的朋友 他們真的都有養寵物的這樣子的一個 這樣子的一個習慣 然後他們對寵物的愛真的就好像家人一樣 然後當寵物生病了他們他們心如刀割 那當寵物往生了他們更是生不如死 我用的比較比較遠 比較比較那個那個這種字眼 但是我想說是不是我們 東寶處這裡是不是能夠更明證據 其實我們也能夠以尊重生命這樣子的一個角度 然後呢我們高雄市也能夠來設置一個園區 然後甚至有一個我們合法的 這個火化寵物區 用這樣的方式 然後呢也能夠讓這些更多的人去認識 其實每一條生命都是值得尊重的 我想這部分是不是也能夠 請我們處長也能夠回應一下 那跟我們陳議員報告 就是我們目前我們高雄市所制定的 東寶知事條例裡面有一條有規定說 我們就是可以去設立一個寵物的一個 塑灑上的園區 那之前也跟我們的冰島管理處到現場去會堪 那也找了一塊地 那後來那塊地因為我們去 就是發文請各單位去做評估 結果就是發現那塊是有一個水源的一個保護 所以目前就是還在另外再找地方 所以其實這個是有啟動的 只是還在尋覓這個相適合的地點 所以這個部分是有在做的 那這部分就請我們處長真的再繼續的追蹤 我希望說我們高雄市也能夠可以領先其他的縣市 那如果我們有一個合法的這個寵物火葬場 那我覺得這個也是我們領先其他縣市 那是那個樹灑的園區不是火葬場 是樹葬可是不是要先火化嗎 那火化因為火化它牽涉到環保的一個證照 那目前其實在各縣市 只有一個縣市它是有一家而已 一家是合法的 那在我們 我的意思是說 因為一般我們還是建議它能夠火化完 不管你是樹葬直葬海葬幹嘛 我覺得這個火化這個可能也是會是以後的一個趨勢 也是必須要這麼做的 那這個部分是不是有可能 有沒有在嚴厲 我指的並不只是你說的生命園區這種東西而已 我說合法的一個火葬 合法的就是園區 我們目前就是我們公家正在找 那另外火化的這種就是火化廠 應該是民間去設立比較恰當 因為這個公家設立的話 目前就是因為 民間的火化廠是有合法嗎 有有有有 我們高雄市有幾家 高雄市沒有 高雄市沒有 全國只有一家而已 在哪裡 在新北市 在新北市 對不可能我們南部的寵物然後 所以我說我們可以就是民間可以模仿就是相一樣 相關的就是一些法條 然後就是以民間去設立可能會比較適當 真的沒有辦法用我們公公部門的這樣子的一個力量 我想這個時候我們在研究 因為你現在跟我的 跟我的理念有一點落差 這我們再爭論下去也是一樣 好那請坐 那我簡單再問一下我們的蔡局長 我想因為其他的縣市也有人有做這樣 因為我之前有跟我們的養公處 我就在討論說 這麼多的樹枝等等你們的去處都是到哪裡去 然後呢他就說都到焚化爐去 那他們也有建議說 我們是不是其實樹枝它其實可以再生理 我們現在蔡英文政府 它也是希望說能夠循環經濟 任何東西如果能夠再生利用 那我們都盡量朝這樣的一個思維 那因為養公處它在修剪樹木等等 那它會產生很多很多的樹枝 那現在都是到焚化爐去 到焚化爐裡面它是其實還是製造二氧化碳 那在這裡 因為我跟養公處在討論的時候 他認為說OK 他們可以來配合說再怎樣的去思維 然後再生利用 但是呢要有去處 那我們討論完是覺得說 這樣子的一個樹枝樹葉等等 它其實可以再生的一個 處理完之後 它其實很適合 很適合農作 那我有去去找一些資料 那適合農作的真的非常的多 那因為時間的關係 我想我們農業局是不是有可能 就是說能夠來跟跨局處來合作 然後呢這個樹枝樹葉等等這些 這些我們可以用我們的角度 業務上然後怎麼去推動 然後讓這些可以再生的利用 然後增加這個樹枝樹木的一個價值 然後也減少垃圾量 請局長簡單答覆 請局長簡單答覆 謝謝主席 謝謝陳妍 當議員說拿出來這個問題 其實我們都有一直在研究 但是因為包括我們的儲存的地點 儲存的地點這個是問題 第二個我們是不是一個 這個樹枝裡面是不是含有一些 一些病充害的 那是會影響到我們的一些 一些那個農產品 那所以說這些都是衍生性的問題 那我們會來繼續研究 繼續研究 好接下來請李柏毅議員質詢時間15分鐘 謝謝主席 我今天的15分鐘會跟陳振文議員共用來質詢 謝謝 謝謝今天市政府的農林部門 今天議會來聽我們這次的質詢 農林部門在今年度 你們真的是搶進市政府的風頭 所有的事情都你們 水利局 農業局 還有海洋局 我就說這個農林部門 都還沒有人說你們是爐主 來爐主一 水利局 你們處理旗山 大溝頂 整個舊尾艦排水的問題 非常辛苦 這個我要給你們肯定 那農業局你們正在奮戰 你們現在為了石泉路打通的工程 照理來說石泉路打通的工程 可能跟公務局比較有關係 但是因為上面的果菜市長 跟其他旁邊徵收的這些程序 農業局你做了很大的承擔 在海洋局 新上任的王局長 你們因為海軍的一顆飛彈 那你們因為這一次巨大的風災 對整個高雄港的這個災損 對以前從來沒有發生過的大郵輪 幾十條的鋼索也被這個颱風衝走 你們做了這些之後的補救的措施 也是非常辛苦 所以我說你們這個農業部門 你們叫做爐主 在這個整個市政府的應變 跟災害控管裡面 我想必須要給予你們的肯定 那其實除了肯定之外 還是有很多可以再進步的空間 這個在每一個過程裡面 我覺得就是必須要去虛心的去學習 然後在以後再遇到這個類似的狀況 我也希望我們跟市民朋友之間的這個溝通 可以更加的順暢 就算是99%還有1%還沒有完成 我們也希望我們也期待 我們都可以盡量的把它做到最好 這個會稍後我會請農業局 來做這個回應 我先從水利局這個部門的質詢來開始 因為我們也歷經了兩次封胎 有看到的一些問題 除了其他議員在左南區 有講過的幾個液淹水路段 然後包含水利局目前也已經在執行的工程 包含高速公路周邊的這個綠帶滴地的 維志宏工程 包含南昌路排水工程 樂群路雨水下水道工程 還有幾個包含軍校路蔚南海岸前面 還有佑昌元帥廟一帶這個工程整個進行 我希望局長等一下可以簡單的做一個回應 那在做這個回應之前 我先講在我家門口這一條桃子原路 桃子原路在過去可能我們比較不會進去 但是在整個眷改土地一一釋出之後 其實變成裡面蟲石裡 也就是我所住的地方 這個蟲石裡裡面已經有幾千戶的住戶 那這幾千戶的住戶其實他們的對外的道路 每天都在經過 就出現了這個 因為莫蘭迪跟美濟颱風 他出現了先鋒路這邊 桃子原路這邊出現這個路口的塌線 那這路口的塌線 其實我第一時間我們跟水利局請教 水利局給我的回應說這個是軍方的道路 但是我們經過了一些爭取 我也感謝水利局給我做這些回田跟鋪設A期 不然其實軍方他們是不願意來做的 那點出一個問題 我等一下請水利局長 蔡局長 我請問你夜館的副市長是哪一位副市長 請局長答覆 許利民副市長 那我今天的質詢之後 我希望你可以做一件事情 就是由我們水利局這邊必須要跟府來討論一件事情 就是在這些眷改用地釋出以後 國防部如果把這個用地賣掉了 已經是住宅了 已經是建商要進去蓋大樓或者是蓋房子了 旁邊這些土地還沒有移撥給市政府 我們是不是要請軍方移撥 移撥的同時這些基礎的工程 是不是也要由軍方來對我們市政府的這些 譬如說排水譬如說路面等等做一些維護的工程 水利局目前有沒有這一項 對國防部有沒有這一個機制可以處理 跟議員報告就是 其實目前我們現在其實沒有這個機制 但是我可以跟議員報告是說 只要他軍方要移撥任何一些像公設給我們 或者是一些像地震局要移撥給我們 我們都會有一個管理機制 什麼機制 我們有要跟他請他先把水溝鋪好 先把路面做好嗎 對就是他現有要移交給我們的功能要正常 一定要正常 所以其實你們現在水利公務所有的這些局處的單位 你們必須要匯合跟市政府一起有一個單位 就是要跟軍方來談 你所有見改土地你要標售之前 你要跟市政府做這些周邊土地的這些處理 對而且包含他現有的土地 如果為了要去重新分配使用 他現有的水路要提出改道計畫 這個部分都是要軍方跟我們提出申請 所以他如果不申請他就白白交給你嘛 那以後出事情有破洞的時候 軍方說我們沒有錢修啊你們找市政府 市政府說這是軍方的土地就會有這個問題 所以我希望會後你可以跟包含市政府幾個單位 一起請副市長這邊跟國防部做這個具體的要求跟說明 局長可以嗎 我這個部分其實我們會嚴加把關 這個其實在市區裡面這種狀況其實目前還蠻多的 那我們都有在這一方面跟開發單位 或者是提出這個移交單位做一些比較嚴謹的管控 好 局長謝謝你請坐 接下來我講到這個農業局剛剛說你也是爐主 在石泉路打通的這個工程 農業局做了很大的承擔 那目前為什麼石泉路打通這麼重要 大家都可以看到整條寶珠溝周邊的淹水 這是我過去在市政府服務的時候 每一次颱風來必須要先去這兩個地方 就是校舜街跟寶珠溝這邊必淹 那做了這個工程的改善之後 我們期待除了石泉路的打通 寶珠溝這邊也可以不要再淹水 那目前我們知道從禮拜六還是禮拜天開始 現場有一些學生他有一些動作 那目前農業局你的處理方式是怎樣 請局長回答 謝謝主席 謝謝李議員 我想這個石泉路打通 是大家士兵的共同期待 還有字容詞 那麼對於我們在那一集就進座的一些學生 或者是代表 那我們在市長指示之下 我們今天中午然後有跟衛生局協調 請衛生局然後協同醫護人員去現場 然後跟幫他們量測血壓 那麼當然我們在這裡也呼籲 我們在那裡的一些抗爭的民眾也要以身體為重 不過我必須要重申一點 那整個一個果菜市場一個徵收過程已經法定完成了 所以說對於整個顧及前市民的一個最大的利益 我們隨時在法令徵收程序完成後 我們對於整個開發的過程隨時都可以執行 好 謝謝局長 那請你更細緻的去處理這件事情 我們支持石泉路打通 謝謝 謝謝你 謝謝 選區裡面有一個高雄物產館 那物產館這邊我有一個影片 我想放完這個影片 我就會讓陳振文議員來質詢 這個影片跟我們講一件事情 怎麼吸引人來 那目前物產館的狀況 我們都想盡辦法去年是編四百萬 那今年是多少錢 那明年好像逐年都還有好幾百萬的這個活動費用 但是麻煩幫我放一下影片 高雄物產館門口立刻抓到了一隻迷你龍 營業時間開門做生意 但看看上門顧客 人手一機還有人坐在角落 不是買名產 而是在抓寶 真的 因為我們進來 我們進來幾分鐘 十幾分鐘嗎 還二十分鐘 都一直都有 因為晚上 除了稀有怪比較多 白天就能抓到一堆寶 館內和館外的公廁 每天人超多 四方花瓣包圍 稀有的暴里龍 快龍 迷里龍 都抓得到 甚至越晚越多人 晚間十二點多 應該是館內的打烊時間 但裡頭燈火通明 原來人潮不散去 業者看到了商機 破天荒絕地 延長營業時間 有大概成長多少 那百分之四十至五十左右 原本營業到九點半 館內延長一個小時到十點半 館外則多加了賣飲料攤 營業到凌晨兩點半 抓寶的民眾 帶動了整體業績增加快五成 先抓到的 九點多 走得多久 走得差不多兩個多小時 另一邊 且頂的新達魚港 也是不少抓寶民眾 拜寶可夢所賜 人潮湧現 和過去是全台最大的文子港 人煙稀少 形成了強烈對比 抓寶帶來人潮 高雄逐漸落寞的觀光景點 如今搖身一變 變成炙手可熱的抓寶景點 TVBS新聞李三勝 徐克誠 宋沛文 高雄報導 謝謝 就是想辦法把人找來 謝謝 那請 謝謝博弈委員能夠 讓本市跟他共用時間 我也非常認同 博弈剛剛對高雄物產館的一種開發 能夠使用多元的一個方向 不瞞局長 我第一次去物產館 蔡蟲的問題 要來跟局長討論 我想很多議員同仁 可能都有講到 所謂的蔡蟲的問題 我今天想要 跟局長討論的就是說 最近的菜價飆漲 那實際上 農民的實際收入並沒有提高 那一個月 從一家四口的家庭來講 平均一個禮拜增加1500至2000 一個月就等於增加7000至8000的 蔬菜購買的一些支出 那對一個中小家庭的 小康的家庭來講 是一個蠻大筆的支出 所以我想說 是不是 既然現在中央已經出手在打擊菜蟲 那從地方政府要怎麼做 我們是不是有可能率六都之先 設立一個檢舉獎金 全民來抓菜蟲 有沒有可能這樣子做 讓菜價回復平穩 這是第一個問題 第二個問題是想請教局長 過去我們微風四旗 很多年輕的農民朋友 都直接從產地 到我們的一些市場來做販售 那微風四旗的品質也好 售價也好 都受到很多市民朋友的肯定 但是數量不多 那未來是不是能夠多多開放 類似 微風四旗的這種概念 讓農民朋友的蔬菜 直接可以讓市民朋友來購買 減少中間菜蟲的一個壟斷 及烘台 我想這兩個部分 請局長簡單做個回應 謝謝主席 謝謝主席 謝謝陳議員 我想對於這一次的菜價的問題 當然陳議員也知道 就是我們逢太過 哪邊 所以說他的量也少 不過就是說 針對中間剝削的一些菜種的話 我想陳議員所做的這個部分 如果是單獨由高雄市來做的話 我們需要再研究 因為它屬於全國性的一個結構性問題 那不過這個意見 我倒是可以建議我們榮委會 還有就是中央公平會大家來做 第二個我要跟陳議員報告 就是微風市集的概念 其實微風市集從早期的一個點 應該陳議員知道一個點 到目前高雄有六個點 他的菜還賣得不錯 事實上因為微風市集的概念以後 所以說市長特別指示我農業局 比如說在我們的神農路 神農路或者是說我們的那個大岩百那裡 都是有結合我們的一些 就是說有生產履歷的農民朋友 或者是我們行農朋友 在賣的一些我們的蔬菜水果 或者是加工產品 那他們的業績也都不錯 都業績不錯 所以說我想這個觀念 我們會持續跟我們的農民朋友 小農朋友來合作 繼續來推廣下去 好 謝謝局長請坐 我想不只是因為微風市集的品質好 它的售價低之外 我想它是實際上是符合我們市民朋友的口味的 因為畢竟颱風來很多的超市也好 很多的商店也好 他們所謂的平價專區都是使用所謂進口的冷凍的蔬菜 那這些跟國人的使用的一些習慣可能不太一樣 所以我還是希望能夠局長在這一部分能夠多多推廣 那另外一個部分想請教海洋局長 就我上個會期 針對國民遊艇 不曉得這個議題在我們海洋局目前的規劃 是不是有所進展 我簡單再補充一下就是說 我們上個會期特別提到說 遊艇是高雄是非常好的一個推廣遊艇的一個城市 那先階段的遊艇讓我們大家都認為是高不可攀的 都是在金字塔頂端的 一台都要數千萬數億的 讓一般的市民朋友沒辦法去跨入這個門檻 那所謂的國民遊艇的概念就是像國民車一樣 我們有廠商也能夠提供 一台可能幾百萬的三百萬以內的遊艇 小型的遊艇 讓一般的市民朋友一般的國民可以親近海洋 讓我們高雄市真正的成為一個海洋的首都 我們是不是有足夠的推廣 足夠的這些停泊的設施 我想請局長做個回應說 目前我們針對未來我們國民遊艇 目前你做到的程度是哪裡了 你有哪些政策是符合這個國民遊艇的政策 有哪些未來的措施是可以讓未來的市民朋友 好請機長簡單答覆 謝謝主席 謝謝議員 我想議員提出這個部分 我想也是一直海洋局在努力的目標 就是說希望整個國人在整個水上活動的這些風氣 其實能夠越來越蓬勃這樣子 所以說包含其實這個牽涉到很多軟硬體的部分 可能在法治上面 其實可能我們也跟航港局這邊 有關於相關遊艇活動的一些規範 是不是能夠有一些放寬跟修正 那第二個就是說 整個在停泊環境的部分 其實是在寫時事後 是不是能夠透過民間吸引民間統治 然後創造不一樣的市場價值 然後開發更多的這樣的一個客群 因為現在可能當如同議員講的可能 maybe 可能有些時候大概是整個 整個那個單價會比較高的部分 那我們也會希望就是說 有比較不一樣的業者能夠來分眾 來做這樣的一個市場區 做出這樣的一個市場區隔 有些是高單價的 有些是比較親信於一般民眾的部分 我想這個都我們就持續來輔導 當然我們在遊艇展的時候 所展出的也不只是只有那一些高單價的這些產品 其實這些我就跟議員報告過 其實最便宜的一艘船可能只要七萬塊 其實都在我們的遊艇展裡面會有展出過 那所以說這個部分其實 其實這個部分的產品 其實我相信其實在市面上其實都有很多 那我們未來也持續在推廣這樣的一個過程 好結束了好 那個接下來請高敏寧議員質詢時間15分鐘 高敏寧議員質詢完畢休息10分鐘 好謝謝主席 我們各位關心農林部門的所有市政的市民朋友大家午安 那我想今天針對幾個議題 我想就教於我們的農業局海洋局跟我們的水利局 首先農業局長我蠻多問題要請教您 大概其實從上個會期我大概就一直提到說 我們國家整體的農產品外銷的程度 都過度依賴所謂的中國市場 尤其是在過去ECFA通過之後整個政策力多 導致我們所有台灣的農產品 甚至我們的水產品都非常依賴我們的中國市場 那在上個會期我其實就一直提到說 在520蔡英文總統上任以後 我不太知道我們未來就是我們現在的中央政府 跟我們在地方要怎麼樣去配合 那我從您的這個業務報告裡面看到其實很明確 不管我們的水果還是我們的花卉 花卉可能是以日本為第一優先 但是整體來說我們高雄市的整個外銷的這些 蔬果水果產品都還是第一名還是我們的中國市場 所以針對這個部分我想請教一下 我們在於過度依賴中國市場 而中國可能未來在政策性不買單的狀況下 我們農業局做了哪些努力 是否我們有往其他 包括配合現在的新南向政策 配合我們未來往東南亞或者是中東市場 我們農業局做了哪些努力 那這是第一題我要請教您的議題 那第二題呢也是跟我們中央 我們的中央政府蔡英文總統上任以來有關的議題 我看到我們中央農委會我們的曹啟宏主委有宣示有宣導說 未來我們整個全國的有機農業生產面積要從一年的六千公頃提升到一萬公頃 那我想這個我不太確定我們的主委政策這樣下 那我們高雄市怎麼去推廣我們的有機農業 我們有沒有什麼樣的因應測試 我們未來每一年要拓展多少的面積 那這是第一個問題 就是有機農業的推廣如何去因應我們中央的政策 然後再來第二個 我們高雄市真的有這樣符合發展大面積的有機農業的條件嗎 還是說我們在講 其實我看我們農業局很多業務報告裡面都提到 我們一直在講所謂的產銷履歷 我們一直在講說要無獨的農業 到底什麼樣的農業政策 才是適合我們高雄市 這個以城市的觀點來發展農業 我想這個是跟有機農業有關的第二個題目 那第三個題目是跟這個菜價問題 我想這幾天已經非常多的議員在關心這個議題 那我特別要提到的是說我們現在中央也是下令 甚至連檢調都介入要來調查這個菜蟲 那其實我在上個會期也一直提到 打擊這些菜蟲中間盤商的剝削可能是一種方式 可是在積極面我一直期待我們的農業局 甚至包括我們中央的農委會 我們怎麼樣去因應我們新的消費者的型態 現在消費者大家都上網購買 大家都智慧型手機 所以我在上個會期就一直提到 我們如何去把我們的農產品 甚至是農產加工品 甚至水產品 海洋局的水產加工品等等 如何運用我們的電子商務系統 還有我們的物聯網 然後行銷我們 包括我們可能是我們高雄市的品牌 我們的高雄海味高雄首選等等 怎麼樣讓我們的這些好的農產品 直接到消費者手上 那我們現在一直在推啊 推說怎麼樣讓農產品 讓我們農民種的東西直接到餐桌 這是一個從西方已經推很多年的概念 就是farm to table 那我覺得可能還要行銷一個概念 就是farmer to consumer 從農民的手上直接到我們的消費者手上 那我覺得這個其實可以做的政策措施非常多 我們也不用一直要依賴說中央怎麼樣 中央怎麼樣 我期待是說我們高雄市農業局 可以更有肩膀 來推一些比較有意義的政策 那把資源跟預算花在這上面 而不是事後再來 想辦法亡羊補牢 所以這大概是第三個問題 有關我們的菜價 那我們高雄市政府有沒有什麼樣 有積極面的來評議菜價 以及能夠真正幫助到農民 這是我最關心的問題 那第四個問題 其實也是跟我們的中央政策有一點關係 就是說 其實我們都知道現在一直在講綠能產業 綠能產業 那我們高雄市也很努力 過去也推動一些農產農地 來做一些農地種店 包括我們有發展太陽能農棚 在我們燕潮區 然後利用一些風機啊 利用一些雨水的收集等等 讓我們整個的農地 整個生產的過程 是一個非常符合環保 跟綠能的這樣的一個循環的概念 那其實我們也都知道 我們在整個原高雄縣 比如說像我們彌陀啦 還有部分的岡山地區 其實也都有很多的養租戶 甚至養雞、養雅、紫官等等 那我特別要提的是說 其實我們農業局 除了在協助這些養豬場、養雞場 在污染的防治上面 就是說 比如說他們的廢水的排放 空氣污染的控制跟改善之外 其實我們也可以利用這些動物的排泄物 比如說像豬屎、豬尿 這些其實都可以變成綠能 那其實也不是沒有案例 因為其實按照學理上來講 豬肢所排放的這些糞便、尿、尿液 都可以經過燕養的發酵 然後變成澡氣 然後再利用澡氣來發電 那我們其實台灣在屏東 有做過很多這樣子的成功的案例 那我不太知道說 我們高雄市有沒有這樣子一個政策的措施跟方向 我們有沒有想要推動這個 讓我們的養豬戶 除了只會 人家說的就是放雞肢沒有 草皮很多 類似這樣 就是你一直排放 一直排放廢水、髒水 然後很臭的空氣 但是鄰近的住戶沒有感受到有什麼幫助 然後我們又要頭很痛 怎麼樣來協助輔導他 來做一些污染的防治 那如果說我們可以把所謂的豬肢排放 變成把污染 又很耗水能的這個養豬業 把它變成一個 它是循環經濟跟 甚至是一個綠能環保的一個產業 那我們高雄市有沒有這樣子的一個方向跟作為 那以上大概四個問題 我先就交由我們的農業局長 謝謝 好 請局長答覆 謝謝主席 謝謝我們高議員 那針對剛剛高議員所提的 小英總統上台以後 然後所謂的新南線政策的問題 我想任何一個外銷產品 絕對不能局限在一個國家 過度的依賴的話會產生後果很嚴重 所以說在三年前 那麼我們受市長指示之下 我們已經開始走向新南線政策 包括我們的哈拉認證 所以說我們一些所有的產品 包括我們的新加坡馬來西亞文萊 那剛剛那個議員所講的 花費不只是在我們的日本 我們新加坡 轉口貿易到馬來西亞的都有 所以說我們這一些都陸陸續續都在做 那高雄市 在目前為止 哈拉認證的品牌也蠻多的 蠻多的 第二個就是說我們是不是在這個有機內 農業可不可以擴大到 就像我們農委會主委所講的一萬公頃 在這裡我必須要跟高雄委員報告一下 因為每一個縣市的那個產品的性質不一樣 那我這裡剛好是只有在四萬七千多公頃的根地邊境 只佔了百分之二十二是平地 其他幾乎都是秋林基種水果 高經濟作物 所以說我們的都不一樣 不過有一個很可喜的現象 我們跟農委會超主委建議 就是說不管是任何一個產品比較安全的話 我們應該是要去推廣 所以說他們在生產履歷方面 他們也逐步一直在重點在生產履歷 那在這裡生產履歷的所有面積 我們目前為止一千兩百三十公頃裡面 是全國第一位 那我們的有機面積是全國第三位 僅屬於那個花蓮跟台東 僅屬於花蓮跟台東 那我們的有機的水果認證是全國第一位 那另外在打擊菜叢方面的積極面上 我想整個一個透銷裡面 剛剛我很認同高遠講的 怎麼讓我們的消費者 直接從我們農民手上拿到他的產品 所以說也因為這樣子 除了說我們的電子商通過平台以外 我們辦了一日農夫 我們辦了田園饗宴 這個效果很好 以後的話一些消費者來到我們的 直接跟我們農民購買 回去了以後他直接下訂單 這個效果包括我們燕草什麼 一些巴勒大社的 我們阿聯的這一些都有 那另外在綠燈產業方面 比如說剛剛高遠所講 綠燈產業確實是台灣應該發展的一個方向 但是就是說有些台灣農委會有限定一個綠燈產業 光電農園的一個政策 包括你如果今天這個土地是優良土地 不是下限區或者沼澤區或者是污染區的話 我如果再這樣子去做的話比較不好 反而在高雄裡面再推轉早氣發電的話 比如食安牧場做得很好 那另外的我們一些小農民 我們小農民的小養住戶 我們做早氣發電也是做得不錯 也有做早就是早氣發電 利用早氣來發電的 那在循環水方面 我們配合榮委會的政策 對於我們願意改善做循環水的一些防止污染的措施 我們也做了一些相對的一個補助 一個補助 所以說零零種種這一些 都是目前我們要推的一個政策 那謝謝局長 也肯定我們這樣子的一個政策方向 那如果有相關的資料 再來麻煩我們農業局的同仁提供給我 那請坐 那第二個部分我想要就教我們的海洋局 其實剛剛在質詢我們的農業局大概有提到 就是說其實我們今年也是10月份 就看到一個新聞 10月17號 也是在講我們農產品外銷 中國數量衰退的問題 那其中就講到 我的選區最重要的石斑魚的部分 那石斑魚 今年跟去年1月跟8月整個台灣 如果以整個台灣來講 不講純舊高雄市 就直接減少了11.5% 那我不敢反推回來 我們高雄市受到多少的災情 那我只想說就是 我們現在過去 因為一個親中的政策 跟一個過度依賴中國市場的一個 不盡然正確的政策 那導致我們現在不只農民 尤其是我們的養殖戶很多 弄這個 rond 他們的養殖技術都已經被大陸血走 那大陸 我們政治正確一點 以中國來講 中国不只学了我们台湾的养殖户的优良的技术 同时他们还弄出了一个东西叫龙虎斑 那这个跟我们的龙胆石斑石斑 可能来比 可能那个价钱都便宜非常的多 那更加的受到影响 那中国改良的这个龙虎斑年产就13万吨 那我不知道就这样的状况 我们到底怎么去因应我们这些 养殖余户可能受到的一些波及 这是第一个问题 那第二个问题就是说我们去年也因为 今年因为含 局长您先请坐没关系 就我们今年有这个含害的严重的灾情 造成我们所有狮木鱼 还有我们的石斑鱼严重的这个损失 那我们高雄市政府也认真推通 通过一个养灯自治条例 那来协助这些受到严重灾损的这些 养殖余户 那我特别要讲的就是说 针对这些有这种天灾地变严重的 不管是含害也好 还是近两次的风灾 我们的农业损失 我们的鱼业损失 可能因为淹水 这些鱼都流出去了 那这些除了天然灾害 中央的补助之外 我们到底我们的海洋局 我们到底有没有什么样 如果针对我们的养殖余业 我们有什么样的复养计划 那我们有没有什么专家学者 利用一些我们现在 包括中山大学等等 还有评农科大等等 有很多跟这些海洋科技有关的学系 那还有很多的学者 都有这方面的专业 我们怎么样把这些专门的知识跟技术 引导到我们在地的这些养殖户 这是第一个 那第二个 我们是不是有其他的复养计划 比如说我们未来 是不是要研究台电的温排水 那这些的进度如何 这是第二个问题 那第三个也是跟我们这个风灾有关 前面有寒害 后面有台风 那这个风灾的时候 我们就一直不断在思考 针对我们的沿海地区 尤其是我们的弥陀永安 大家都是养殖户 大家都需要用电 那我们也知道这一次的风灾造成停电 至少四天到五天以上 那当然很多养殖户他们过去都有经验 大家自己居家必备一台发电机 但是到最后你停电四天五天发电机 也是运转了四天五天之后 发现发电机也会烧起来 那所以我想知道说 针对这个部分 我们有没有针对沿海地区的铁路 地区的电线地下化 这样子的一个政策说是 那我们海洋局要不要去跟中央来争取这样的经费 那第一最后一个问题就是说 我们刚刚山鱼市场的签建进度 现在应该也要即将迈向土地取责 跟建物的设计 那预计什么时候动工 跟预计什么时候完工 那最后我是不是可以跟主席多要一分钟 好一分钟 谢谢 那最后我要就叫的是我们的水利局 那主要也是要跟您谈 跟我们的蔡局长来谈 说我们这一次因应风灾的状况 那其实我们这次风灾 以大钢山地区来讲 淹水的地方我相信你都知道 就是我们钢山的白米里 岩埔以及我们钢山嘉兴里 吴家伟以及我们桥头的笔锈里 有淹水的灾情 那我想针对我们这些防洪制水的工程 最重要的除了平时的这些书菌跟轻书的工作 之外呢最重要的我想还是一些排 我们防洪制水的工程 不管是区域排水 还是我们的这些制洪池的设置 所以我这边想要请教我们水利局 我们大钢山地区目前还有哪些未完成的制洪池 那我想了解的包括我们吴家伟的制洪池到底工期是如何 那还有我们点宝西的治理工程 包括我们桥头笔锈一直到我们燕草海城 这一段有好几成有好几期的工期 那我想知道说目前的进度如何 那另外有关我们钢山石螺潭的排水跟抽水站的设置 我想我们之前我们水利局的同仁也跟我们石螺潭里 石潭里的里民大会曾经有做一些报告 那当然可能我们在地的居民对于我们土地取得有一些误会 那我也希望说是不是我们的局长可以借用这个机会 也跟我们关心石螺潭 好先请海洋局长答复 谢谢主席 谢谢高议员 我想针对议员一直长续不断的关心相关的这些 包含永安弥陀基区这些石斑鱼的部分 当然过去因为政策的问题 整个在石斑鱼列入ECFA找收清单之后 其实当然中央政府提出了所谓的石斑鱼的产量倍增计划 那当然现在整个市场比较集中的情况之下 导致现在的可能我们在市场不够多元 然后出现了一些在供需产销方面出现的一些问题 所以说我觉得我想其实最主要的 当然中国大陆绝对不会是我们唯一的一个市场 其实以国内整个台湾来讲 整个国内的水产品来讲的话 其实包含日本包含欧盟包含很多的其他的国家 其实都是我们一直在努力推的方向 包含说海洋局这边固定都会 譬如说到比利时去参加相关的这些 全球最大的这些水产品展 然后包含东京市品展这些部分 当然未来我们继续针对相关的中东 还有相关的这一些 这个可以说中东地区取得哈拉认证这个部分 我们也会持续来辅导这样的部分 那最近其实这两天也有大概有新闻 就是说对经济部的外贸协会这一边 也会针对这个我们的相关的这些 石斑鱼的通路进行相关的处理 所以说我想整个石斑鱼的部分 我们也积极的去处理 这样的电子商务内销的部分 刚刚议员提到了从产地到餐桌 我们也去缩短这样的一些距离 譬如说用透过整个地产基金的协助 包含弥陀永安的这些渔会 能够有一些电子商务的部分可以去处理 甚至跟百货公司做结合 以及台旅做结合 让整个渔会的产品能够直接进到这些 一般消费者可以接触到的通路的部分 另外在当然就是说经历了寒害 以及风灾之后相关的这些复养的部分 我们其实大概也都有 结合了高海科大这一边的老师 其实也都举办了相关的 邀请整个高雄市里面 所有的这些产销班的成员 一起来进行单关的这些技术讲席 复养的技术讲席 跟这个讲席的活动 其实我们陆续也有在处理 从寒害开始之后 最近也在9月份其实也已经办完过 我自己也亲自去参加 另外就是说在整个温排水的部分 温排水的部分我们现在正在 已经有委托相关的这一些 有委托厂商然后进行相关的评估 预计在整个11月中会提出其中报告 另外当然就是说在 因为台风的影响导致电感倒塌 或是整个停电的状况 我想这个也是非常严重的虽然我们的 养殖户大概多半都会有自备发电机 当然可是这一次当然停了这样的 这么久的长达四五天的这样的一个时间 我想对养殖户来讲也是蛮大的一个负担 包含油钱或是什么之类的 所以说当然经济部其实在回答立法院的 答询的时候有说到 针对整个沿海地区的电线的电感的地下化的 这个部分其实会列为一个重点 当然我们持续也希望像那一天 我跟台电的总经理碰面的时候 我也特别跟他提起 包含我们这些北高雄的沿海的 这些乡镇地区 其实电线如何去设计出 包含整个电感的耐风程度 那是不是说推动一个更有任性的 这样的一个电网的布置 是不是这个可能都是需要台电来持续 来关注这样的一个事情 那天我当面跟台电的那个总总经理这一边 其实交换过这一边一些意见 当然包含就是说未来 那是不是说因为我想对沿海的这些地区 对他们来讲也是蛮有感的 尤其整个新达火力发电厂就在那附近 对周边的居民来讲 电厂就在附近 可是我们家贴停电了15天 这样的说法 有些时候是对当地的居民的感受 其实是相当的不好 所以说让我们持续包含 包含进化局这一边 包含台电公司 包含整个中央跟地方的这些民意代表 我想我们都可以共同来持续关心这样的议题 那另外再来就是针对钢鱼的部分 那在这边跟议员报告 我们已经在整个土地发架的部分都已经发放 土地款的部分已经发放完成了 所以说整个征收程序大概已经完成了 那目前就是在年底之前完成设计 那预计就是在明年动工 那后年前见 那以上的进度跟议员做报告 好简单 那个水利局长简单打货 谢谢主席 谢谢高远 那刚刚议员提的问题大概分两个水系 第一个就是属于吴家伟自容池 这一个算是土物排水的水系 那目前这个案子在中央核定水利局这边 先做一个那个非都变更前的先期作业 那我们也有请地震事务所完成这个分割作业 那后续我们先处理土地的问题 那另外就是刚刚提到的点宝溪的这个部分 因为它涉及到很多像刚刚提到的白米 岩浦 笔锈等等这些区域 包含石螺潭 那这一次的那个点宝溪上游的部分 确实它的一个超大好语造成吸水暴涨 那白米里的部分主要也是因为这个自容池已经满了 所以溢出来 那我们后续陆续再争取低自容池 那低自容池这个部分在这个27号下午 邱志伟立委会在邀水利署这边到现场去做现刊 那主要也是要争取我们低自容池的经费 那岩浦这个地方我们会把现有的这个移动式抽水站 改成固定的机房 但是还是移动式抽水机会架设在那边 那比较好方便现场的操作 那抽水机我们会增加它的这个能量 那另外就是刚刚有提到笔锈的部分 笔锈我们后面还有第三期工程 这个部分水利局设计完成 移交给6H这边来办理 那石螺潭排水抽水站这个部分 我们已经设计好发包 那这个礼拜也完成跟地族的用地协调 他也同意了 所以原来在地方说明会跟地方讲说 12月底会开工 我们应该可以提前到 11月底前应该就可以开工 那大概就以上几个问题跟议员报告 好 休息十分钟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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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